法利塞人和克洛德党人以納粹的問題陷害耶穌失敗後, 殺到塞人前來接力,挑戰耶穌,內容是有關復活的問題。 殺到塞人屬於身份特殊的猶太司祭家族, 信長上他們特別推崇梅申五書,認為只有成文的法律才有約束力, 也不相信復活和天使的存在。 他們似乎一早知道耶穌相信復活的立場, 於是用梅申法律中代輕立治的法律,為他撤下陷阱。 否認復活的殺到塞人來到耶穌跟前問他, 師父,梅申曾給我們寫說, 如果一個人的哥哥死了,撇下妻子而沒留下孩子, 他的弟弟就應娶他的妻子,給他哥哥立治。 曾有兄弟七人,第一個娶了妻,沒有留下子字就死了。 第二個娶了他,也沒有留下子字就死了。 第三個,也是這樣,那七個都沒有留下子字, 沒了那夫人也死了。 再復活時,他們復活以後,他將是他們中那一個人的妻子, 因為七個人都娶過他為妻。 根據《生命紀》25章5-10節的規定, 當一個人死了之後,沒留下兒子, 他的兄弟就有義務取他的未亡人為妻, 他所生的長子就歸亡興明下。 這條規定的原意,是保障沒留下兒子而早生的男人, 最終仍然有後裔,繼承他的族名和財產。 他們假設的情境,造成了一個兩難的局面。 由於這個婦人,不可能同時是七個男人的妻子。 這樣,要是復活的信仰是錯的, 要是梅失所立的代興立志的婚姻法是錯的。 如果耶穌相信復活,這樣他就跟祖先的法律相助了。 這次耶穌直接指出他們犯下錯誤的原因。 首先,耶穌說他們不明白天主的能力, 只是從人的思想和行動的邏輯來理解天主, 因為復活只是死去的生命再嚴重,包括藍類婚姻。 耶穌指出,復活是天主的能力,為人帶來極端的轉化, 從死者中復活,表示被天主的能力所充滿, 被提升至天上的領域,就像天使一樣, 再不受制於現世的時間和事物。 故此超越現世的婚姻,是一種全身的存在和關係。 就如保禄所說的,復活起來的是不可惱壞的, 是屬身的身體。 接著耶穌用他們認為最權威的梅室誤書來反駁他們, 指出他們讀經不精,無命了經書。 關於死人復活的事,在梅室書上經濟篇中, 你們沒有讀過天主怎樣對他說的嗎? 他說,我是亞巴郎的天主,伊薩格的天主,和雅各伯的天主。 他不是死人的,而是活人的天主,所以你們大錯了。 梅室書上的經濟篇,是指出那幾第三章, 亞巴郎的天主,伊薩格的天主,雅各伯的天主, 這番話在那裡一共出現了三次。 耶穌說話背後的邏輯是,當天主向梅室說話時, 這三位聖祖早已離世,但是天主不是死人的天主, 而是活人的天主。 所以,如果天主仍然與他們認同, 自然他是他們的天主。 這樣,這些聖祖,一定仍然是活著, 並且在天上享受與天主共融的生活。 此外,符合的觀念,其實是與聖經啟示的核心概念 盟約,互相聯繫。 我是亞巴郎的天主,伊薩格的天主, 雅各伯的天主,這一句說話, 令人記起天主曾經與聖祖立約, 做他們與他們後代的拯救者和保護者。 天主忠於自己的盟約,必然會從死亡之中拯救聖祖, 殺到賽日不能動息天主的盟約忠誠, 和復活的根本連貫性,使他們犯下了否定復活的大錯。 在這段聚述,耶穌告訴我們,天主對死亡有永恆的控制力, 這位天主是活人的天主,亦是一位生活的天主, 祂是復活信仰的基礎,復活不是在墳墓中回到原來的生活, 而是隱藏在天主的能力之內的永恆生命。 因此,復活完全是來自天主的能力和天主與人的共融, 是天主的恩賜,在一生所有困苦和考驗中仍然忠於天主的人, 復活對他們來說,就是天主最後的肯定和接立, 耶穌就是祂自己的教導最好和第一個神禮。 星期待 Ông 天主